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8月23日 星期天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能演的会员网站 是能联系到我的最后平台 网站的域名是 3w.财经能演的全篇.com 你们可以收听能演 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 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 欢迎大家订阅 好久没有做房地产的节目了 那么这几天正好有几个非常重要的 房产相关的话题 跟大家好好地说一下 毕竟房产可能是 我们很多人家庭中 比重非常值大的财富 房地产的政策和房产价格的 未来走势的关系到 每个家庭的财富安全 所以我看大家都很关心 我一直都说 房地产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对利率的升降是非常敏感的 这两年来了 国家对楼市的资金卡得非常之紧 像开发贷、信托、理财 以及各种给房地产输血的资管通道 基本上都被堵死了 房地产开发商是饥渴难耐 希望降低资金的成本 融资解困 就像九旱的大帝 希望天降甘霖是一样的 但是迟迟判不到甘霖 这一次降息的希望是又一次落空了 我们看一下8月20日 就是最新一期的LPR的利率就发布了 一年期的LPR的利率是3.85% 而五年期的LPR的利率是4.65% 和上个月基本上是保持了不变 那么从4月至今 LPR的利率已经连续4个月按兵不动了 所以无论是楼市的利率 就是五年期的LPR 还是实体的利率 一年期的LPR 都没有进行调整 我们看一下今年以来 实体利率 也就是一年期的LPR的利率 累计是降息了30个基点 而楼市的利率 就是五年期的LPR的利率 是降息了15个基点 这意味着货币政策迎来了转折点 最宽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段时间是欧美货币宽松的一个高峰 美国是美元零利率和无限量宽松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就从4.2万亿美元 扩张到了现在的7.1万亿美元 可以说增加了75%的基础货币 这个扩表的速度是非常之大的 而同时美元的债务也是疯狂的膨胀 而欧阳区也是刚刚就债务问题达成一致 说白了就是欧洲的央行开始量化宽松 开始下市场上去大规模的购买债券 其实也就是大放水 可以说这都是为了挽救史无前例的大萧条 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 都是在挽救经济的萧条 那么在欧美两大央行 它的货币大幅度宽松的时候 可以说是中国央行降息的最好时机 应该是 因为这样既能缓解国内市场的饥渴 稳定楼市债市股市等一些资产价格 也不担心利差缩小 因为利差缩小了 对外汇资产会带来一种流失的压力 但是即便是这样 中国的央行也是没有降息 可以看出金融高存对降息是非常敏感的 那么现在都不降息 那么以后可以说就更不会降了 美联储最近的会议纪要对未来货币宽松的说法 就非常模糊 其实就是为未来结束宽松再留余地 所以会议纪要发出来之后了 金融市场是一片震动了 那么未来美元供应如果收紧的话 人民币它只会加息是更加不会降息的 所以这对于那些在房贷上选择了浮动利率的人来说 又是吃了一个大亏 如果未来中国的通货膨胀继续上行 加息可能会更猛 那么这些听去了国内专家和官媒的意见 选择了浮动的LPR利率的人 估计就会掉进一个大坑里面去 未来爬不爬的上来都不好说 那么实体不降息是因为有高层的要求银行让利1.5万亿 这样一个底盘拖着 而房地产不降息主要是继续贯彻 防住不炒战略控制楼市的泡沫风险 银保监会的主席郭树青最近就表态 说房地产泡沫是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大的灰溪流 那么这句表态足以代表了中国的高层 对待楼市的一个态度 早在去年郭树青他其实在陆家嘴的金融论坛上 他就说过历史证明 凡是过度依赖房地产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 最终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那么这一系列动作都传达了一个相对极其清晰的信号 就是说相比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监管层更在意的是泡沫的风险 这里的泡沫风险 不仅指的是高房价所带来的居民债务风险 还包括房企债务高起了导致的高杠杆的危机 而最近中国的高层楼市的排雷行动 可以说已经紧急的启动了 那么这个大行动极可能会对今年下半年的房价 带来一个巨大的打击 开启房价新一轮的降价潮 这几天的一则关于房地产的新规 在市场上不断的发酵 让房地产整个行业的神经是高度的绷紧 可以说这个消息呢 就是要控制房地产企业有息债务的增长 并设置了三道红线 就是控制房地产借债 就控制它的杠杆 那么那三道红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 红线一就是 剔除了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 这是第一道红线 第二道红线是 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第三道红线是现金短债比不得大于1倍 那么根据三道红线的出现情况 将房企就分为四个等级 就是红、橙、黄、绿四档 如果三条红线全部都碰到了 那么就不得新增有息的债券 颜色就是红的 这就是说如果三条红线都满足的话 地产公司就不用考虑再融资这个事了 你融不到了 只能等着现金流断裂 然后空中解体而往 那么如果碰到了两条红线呢 就是负债年增速 它是不得超过5% 颜色就是橙色 还有那么一点可能融资机会 如果碰到了一条线呢 那么负债年增速啊 就不得超过10% 那么是黄色 这种情况下借债应该是还能融得到一些 但是利息啊 肯定是很高的 如果三条线都没有碰到 也不一定 就说明你安全 负债年增速呢 它给的框架是 规定是不得超过15% 它的颜色就是绿色 那么这对于往年动辄20%以上的 债务增速来说呀 也是背雪车型 根据报道 地产前100强企业啊 基本上都上市了 其中大约有40%左右的公司啊 是三条红线全部踩到了 根据2019年房企的年度数据啊 全国一线的房企中 你像恒大 富丽 荣创 荆轲 绿地 华夏幸福 华发 中铁建 金辉等等这些房企呢 基本上已经是连续触碰到了三道红线 就三道线全部踩了 像这些房企巨头 那么也就是说短期之内 这40%的房企啊 统统是不能新增负债的 上述房企的融资大门呢 基本上就被彻底关上了 这对于这些依靠资金维持的房地产巨头来说呀 可能是灭顶之灾 可能呢 他们只能在结枉中等死 那么还有30%的公司啊 是踩中了两条 他们已经开始到处找钱了 有两成的公司呢 是中了一条 甚至连万科这种经营风格还算稳健的公司啊 基本上都踩了一条 估计啊 正在赶紧到处在找钱 你像碧桂园 像绿城市茂 金茂 阳光城 中交 格力 雅居乐 都或多或少的触碰到了一道两道红线 短时间之内呀 那么这些房企的融资大门 已将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的主债扩张 当务之急呢 就是想尽办法来融资 不管是高利贷也好 还是其他的旁门妙招也罢 能捞到钱 解燃美之急啊 才是王道 完全一条都不中的公司啊 占比只有一成左右 而且这些公司呢 基本上都是像中海招商保利 等这种地产圈里面 以保守出名的老牌央企 所以地产百强企业啊 估计70%要倒下了 虽然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证实啊 但是有地产行业 多个内部人士证实 各路金融人士的朋友圈 和微信群讨论的 可以说是热火朝天 各大主流媒体呢 也都在报道 消息啊也是持续的发酵 如果是假的 相关部门一定会及时的出来辟谣 但是现在啊 疯传了整整一周 央行 银保监会等统统保持沉默啊 一点辟谣的意思都没有 那么地产企业这一周可以说 基本上都是被吓坏了 具体条款没有明确 但是房企融资再度收紧的信号啊 已经是显示出来了 你像7月14日呢 银保监会就表态称 严禁资金违规投向房地产 随后的24日 央行就召开了房地产工作的座谈会 提出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 而有数据显示 7月的房企信用债平均的票面的利率是5% 比6月的发债成本呢 提高了0.6个百分点 创下了2月份疫情爆发以来的利率的一个新高 可以说房地产融资在经历了今年前几个月的短暂宽松的窗口期之后呢 又恢复到了近年来紧绷的常规状态 一位从事房地产金融业的人士就说呀 去年就执行的开发贷与按接贷合并的政策 现在又有所升级 一般承商行呢 都开始被要求严格限制执行 7月份呢 就召开了十大城市的约谈会和730会议 在会议上呢 高层提出了三个关于楼市的关键性的政策方向 其中一个方向就是说 银行信贷要控制 它的原话是说呀 要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 稳住存量 严控增量 防止信贷资金呢 违规流入房地产 这句话的重点在于啊 严控增量 那么这是三道红线的政策依据 为了防止违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 以及高杠杆带来的金融风险 为了了解地产行业呢 对融资新规的一个反应呢 央行住进部召集了部分房企 8月20日开始在北京面谈 目前呢 多家房企已经收到了通知 所以基本可以说呀 融资新规已经是被坐实了 债务新政的具体措施呢 即将落地 可以说这是一个重量级的炸弹 可能还是有朋友不太理解啊 不能发债 对这些房企来说意味着什么 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这个债务对房企真的那么重要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踩到三条红线的 你像恒大 它的债务的情况 恒大的实力可以说是房地产开发商里面的前三名 基本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情况 从2005年以来呢 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在走高 根据榜单的数据推算 百家上市房企资产负债率平均值了再次走高 从2017年的77.72%增长到了2018年的78.9% 2020年基本上都在80%以上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55% 负债总额达到了1.75万亿 大家注意这个数字是万亿 近2万亿 位列房地产行业的第一名 它的债务是最多的 而碧桂元的总债务达到了1.56万亿 万科紧随其后第三名是1.34万亿元 可以说这样的负债三家 按照坐标已经超过了像武汉 成都 长沙 新疆 甘肃 海南 超过了这些地方的GDP了 海南人要4年不吃不喝 才能填平他们三巨头中的一个的负债 万科其实在2018年 它的负债是高居榜首的 占全部房企总债务了18%左右 但是万科后来改变了策略 我们知道他提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活下去 那么在活下去的战略的支撑下 开始不断的收缩负债 缩减摊子 才有了现在只采一条红线的业绩 现在恒大和碧桂元可以说是最麻烦的两大巨头 在恒大的1.75万亿的负债中 其中流动性的负债达到了1.26万亿元 同样居行业之首 其中一年以内到期的是3758亿元 一到两年到期的是2340亿元 这也意味着自2019年6月起 两年之内恒大面临的债务金额将高达6100亿元 其中很多是高利息的外债 那么这些需要密集偿还的债务 需要恒大远远不断的现金流 我们知道房企获得资金两个主要渠道 一个就是发债 另外一个就是卖房子 那么现在它不能发债了 只能想办法来卖楼 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前段时间的恒大大手笔 就甩出了它旗下223个写字楼 酒店 网购中心 商铺 商业 等一些业务资产 这样一个世界 其实它就是在回农现金 回农资金流 防止债务链的断链 而恒大这两年的7.5折的售楼 也是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降低负债回农现金 今年是恒大拼业绩 降负债的可以说生死之年 恒大的居高不下的资产负债率 和大量的外债 加上现在三条红线控制的负债 极可能让恒大成为地产行业 最先出现雷暴的房企巨头 当然其他的房企可能也会跟进 我们从房企的到期债务就可以看出 从2020年开始 到期规模就保持着高位 其中海外债合计到期规模 将达到1981亿美元 而国内的债券到期规模 将达到2万多亿 2020年、2021年 还债的规模分别达到了 5200多亿和5800多亿 2020年数据进入短期债务之后 到期规模还将更高 去年50家典型的上市房企 总有息负债同比增加的幅度是16.4% 达到了46,900多亿元 这意味着仅有经营稳健的绿色的企业 可以保持去年同期融资增长的幅度 其余大多数的房企的融资增幅 都将受到严格的限制 可以说融资大门基本上是关闭了 那么到期债务再增加 融资不能增加 你中间的剪刀叉怎么办 当然天无绝人之路 如果单纯是这三条红线的话 也不会致人于死地 在很多地产公司的高管交头烂额的时候 他们当然想到的就是其他的资金渠道 中国还有屡禁不止的灰色资金地带 对不对 那么这些资金房企巨头 他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利用的 只是利息高一点 这就是高利贷 但是非常巧合的是 在8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新修订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其中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说 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也就是RPR的四倍为标准 作为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 最新规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执行 这个规定可以说震惊了国里的资本权 那么这条规定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取代了原来规定中的 以24%和36%为基准的 两线三区的规定 所谓两线就是涉及到的两颗利率 按照规定 就是分别是年利率24%和36% 那么跟着这两条线 就把整个利率区间 划成了三块叫三个区域 不同的区域里面 法院它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借钱的年利率 如果是低于24% 它是司法保护区 那么这笔借款 就是法院认可的 民事法律给予保护 这里的保护不是说 逼着借款人一定要还了 而说可以按法律的程序来执行 而借钱的年利率 如果是高于36% 那它就是无效区 你们民间私下签订这种协议 法院是不认可的 换言之 出借人想要收高于36%的利息 法院就不会承认 而借款人 要是已经还了超过36%部分的利息 法律支持他要回来 而24%和36%之间的区域 叫做自然的利率区 在这一块的利率 民间借贷如果签订的利率 在这一块 那么司法就两不相邦了 两边都不帮忙 出借人要求借款人 支付这部分的利息 借款人不给 法院是不给保护的 就不帮你催款 而借款人要求出借人 返还这区间的 已经支付的利息 法院同样是不予支持的 我们来计算一下 按照新的规定 现在的LPR的利率 年利率是3.85% 那么LPR的4倍 也就是3.85%乘4 就是15.4% 这意味着 民间借贷利率的 司法保护上限 从24%下降到15.4% 我们要知道 降低利率上限 并不一定是好事 比如现在三条红线 权重的恒代 它借款的利率 一般都是在18%到24%之间 现在最高法院 把利率降到了15% 那么这对恒大来说 大家觉得是不是好事 并不是 我觉得 收益和风险 必须是成正比的 这是一个规则 也叫潜规则 对不对 恒大这种负债率 其高的公司 它要借钱 它就必须要付出 更高的利率 那么现在不允许高利贷了 资金它也并不会降低自己的利率的要求 去支持恒大 如果是24%的利率 那么资金或许 它还会考虑借款给恒大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降到了15% 那么这些资金 它宁愿去投资稳健的国债 等一些产品 也不会去冒险支持你恒大 对不对 它担心你将来还不上 你的风险是太高了 这就意味着了 在原本还能依靠高利贷 来维持现金流的地产公司 现在居然连高利贷 它都没法借了 断了他们最后的深路 那么至少70%的公司 在限制债务和民间借贷资金上限 这样两个政策的双重打击之下 可能就会将出现倒闭破产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奇观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 当然除了给房企断资金 中国政府在另外一块 也是毫不手软出手打压 那么就是拿你的房价抬头就打压 它的原话是说 要快速反应和处置 及时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 过去楼市调控的速度慢了 像深圳那样 房价涨了大半年之后 才出现政策调控打压 是不被允许的 以后反应要快 下半年 无论哪个城市 但凡房价有冒头的倾向 就要坚决的打压 当然这种打压 包括提高社保缴费的年限 提高首付比例 以及现代现卖等各种措施 不管是从金融风险来看 还是从楼市对实体经济的抽血效应来看 中国的高层政策可以说 已经不会再允许楼市继续上涨 楼市继续上涨下去 就是要亡党亡国 所以目前从资金和政策上来看 楼市已经失去了上涨的空间 前面我说过 维持房企资金运转的 一个就是债务 对不对 借债 一个就是卖房 那么只要中国的实体经济 继续这样萧条下去 继续无法恢复 这种调控的政策 就不会放松 所以房企资金 只会越来越紧张 那么要想活下去 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价卖房来回农资金 而且是各大房企疯狂抢袍 恒大那样的7.5折 可以说以后都是小意思了 以后的房价下降可能会降得更快 特别是新房这一块 那些还没有国企背景 并且前期拿了不少地的民营企业 大概率会在开盘的时候 用大幅度的降价来抢袍 来回农资金 来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所以下半年房企大规模的降价潮 应该就会到来了 10月份之后可能就会出现 只是到时候 有没有人接盘侠 愿意出来为国接盘 就不一定了 不好说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谢谢大家